小艾斯近期趁着孩子们放暑假 便带着母亲、岳母和女儿一同飞往南韩旅游 还到姐夫居军夜的家里做客 此外还带着孩子们去了南韩的热门景点拍照逛街等 期间被粉丝认出时跟大方答应了合照要求 亲民的做风或的往我们大赞 然而日前他在社群发文表示 自己真的很爱孩子们 但是暑假未免也太长了吧 还配上他崩溃抓的头发 趴在床上绝望懦吼的模样 不少网友安慰表示 再人眼就都过去了 小艾斯则无奈回应称 自己尽快变成忍者了 他偷了本来有打算把孩子们送去参加露营 结果报名的名额早就满了 不少网友看到他这副模样 再度被逗得捧腹大笑 纷纷留言希望他撑着点 天文也引起不少妈妈网友的共鸣直呼 这是张有声音的照片 让人又心疼又想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